大家好,我是龟龟 今天呢,我主要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采完蘑菇之后的经历 主要是关于蘑菇的清洗啊 清洁、整理、怎么保存 来做一下说明 采蘑菇呢,是体力活 采完蘑菇后的后续工作呢,更是繁琐 七点的德国,天色已经黑了 没有办法再采蘑菇了 我们大概呢,三点多出发的 四点到的,我们采了三个小时 四个人,当然了 小朋友们没什么采 现在呢,我们开始把这个香菇呢 整理一下,清洁一下 他说呢,有很多东西是不可以吃的 所以我们现在来来弄 先把上面的小灰尘树叶树皮弄掉 然后把那个上面有一点点的那个一层弄掉 好,这个就可以了,带回家了 这个呢,剩余的那个呢,就是扔掉的 这个呢,我们就带回家到时候切好 这个呢,就不要了 就扔掉 这个也弄好了 就这样了,然后就放到塑料袋里面 就带回去了 这个你看这个有多大呀 好大好大呀 哇哦 现在光线不好了 突然呢,一阵嗦嗦嗦嗦的声音 朋友说,会不会是狼啊 吓得我们赶快打到回复 没有继续清理蘑菇了 好,我们先清理一下这个 就是说这个流干菌 先把它的那个枯叶啊 这些东西都给它摘掉 对吧 上面的脏的东西都给它摘掉 然后呢,把它里面这个 散盖上面的这些 东西把它全抠掉 看到没有 散盖上的这些 一层,我一般都不吃的 我们就把它抠掉 这样 抠完以后 剩下的 我们就可以吃了 有的人呢 可能这个一层皮也不愿意吃 他也把它撕掉 但是我一般呢,就留着它的 这样,看起来很好 对不对 这样呢,我们这个 嗯 流干菌呢,就清洁干净了 就可以放到 嗯 另外一个袋子里面去 这样的话呢 就是可以进行 嗯 清洗它了 清洗工作了 下一步的清洗工作了 大家再看一次 在上面先把它的那些 土啊 还有这些东西全部弄掉 好,把它打开过来 看看它的 这反方向的这个 把它这个东西抠掉 里面的这一层抠掉 那这个呢,这个呢 其实并不太好 这个地方它坏了 我们呢,就把它 用刀呢,等会把它削掉 是吧 那这个 就把它扣掉 这全部给它扣掉 扣掉 嗯哼 你看 这个地方呢,不是很好 我们就用刀把它 切掉这一块 把它切掉 好,剩下的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另外一个盘子里了 我呢 再装装一些 等一会呢 就很顺的朋友们 你看 可以放几颗 放到 嗯 袋子里去 就看起来很好的 是不是 大家看 还是不错的 很不错的 大家就可以把这些全部 嗯 放到里面 然后送给朋友 这个呢 是打算等会给朋友的 我帮它呢 弄好了几颗了 你看 这个已经弄好了 剩下的还没有弄呢 让它自己弄 这个等会带给朋友 让它尝一尝 蘑菇的鲜味 看 这个呢 是Stampage 它的那个 根呢 就比马后 你就会粗很多 看到没有 而且呢 它这个比较 跟那个马后 相比呢 跟另外一个相比呢 就更结实一点 这个散盖 这个Stampage呢 在德国啊 它一公斤 一般有时候 可以卖到 160欧的样子 所以说呢 这种蘑菇呢 是很贵的 是德国人 非常喜欢的 一种蘑菇 看 而且呢 德国采蘑菇呢 它有规则的 每个人最多 每天只能采两公斤 所以大家在采摘 这时候呢 要注意这个规则 不能采太多了 避免违反规则 如果说你两个人 那么就可以采四公斤 不过说实话 每次呢 也采不了那么多的蘑菇 对不对 采蘑菇呢 是一个辛苦活 采完蘑菇以后呢 其实也是一个辛苦活 因为你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你需要把这个蘑菇 清理干净 等一会呢 你还要把它清洗一下 最后呢 你要把它 就是说 清洗干净以后呢 要切 切好了呢 大家可以把它 用不同的方法保存 例如呢 我就会把它呢 就是说 在锅里 煎一煎 当然不放油 只是这样煎一下 然后把它装袋 放到冷冻箱里去保存 放到冷冻箱里去保存 大家呢 要记得把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 要把它弄干净 洗干净以后呢 因为挺多的 一般你一次吃不完 一定要切成小块 来分袋装起来 把它放在冰箱里冷冻 这样的冬天呢 你就有美味的蘑菇汤吃了呀 对不对 因为蘑菇呢 它的采摘期限呢 很短的 一般呢 只有两三周最多了 一般从九月到十月吧 有时候九月中到十月 下一周估计 我们这边就没有了 所以说呢 蘑菇的采摘期限呢 还是比较短的 如果大家呢 想去吃的话呢 就赶快行动起来吧 赶快去摘吧 像这种坏的呢 大家呢 就用刀把它切掉了 就不要塌了 省得万一吃坏了肚子 把它全部切掉 只留好的那一部分 像这种Standpitz呢 我们呢 就不需要 就是说 把里面这个东西再弄出来 因为它也没有得弄 一般呢 就把根部的土 给切掉 就可以了 洗洗干净 切成小块 就可以保存了 因为它的那个 它不像麻红 它那边有很多 翻过来 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可以把它弄出来 这个呢 就非常的结实 就几乎没能够弄 我们洗净后呢 可以切成小块 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切的时候呢 它会变色 每切一刀呢 它都会变一些小颜色 其实呢 像这种就是说 绿色牛肝菌啊 它已经太大了 可能口感上没有小的好 太大的呢 牛肝菌可能 味道上呢 稍微差一点 口感上 不过呢 应该还是很鲜美的 很可口的 一般的超市呢 它可以卖的好贵的 我把它炒出来了 刚才呢 两颗大的 就是牛肝菌呢 我就把它炒出来了 你看 其实只有这么一点点 而且还放了一点洋葱 因为呢 第一次就是说炒 不知道这个分量 到底应该放多少 所以呢 炒出来的就有一点少 但是我就用了两颗大的 牛肝菌炒的 下一次呢 可能分量呢 要稍微放多一点点 应该味道好不错的 这个蘑菇的后续工作很多呀 又是清洗 又是切 又是把它在锅里给煮熟 煎熟 然后呢 给它装个袋子 看我现在把它放在袋子里面了 现在装了有两袋了 这是第三袋了 看起来好多好多的蘑菇的感觉 实际上呢 这最后呢 也就三袋蘑菇 三袋蘑菇 对呀 三袋一袋两袋三袋 而且我已经为了这三袋蘑菇 干了好久好久的活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 请帮忙订阅 点赞 转发 打开小铃铛 谢谢 谢谢 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